大天福地 人為貴 順則吉係 空則背 元太祖 好 回到第二節的元太祖了 林師傅 上一節就講到百無常 即是講到它的形狀 形象 我們擺百無常的原理是怎樣呢 我們講到百無常和黑無常之前 我們首先要知道這兩個神是怎樣來的 其實百無常是不是神呢 有些人就說是 有些人就說不是 這樣就看你自己怎樣定論這個神和鬼 因為它始終是地獄裏面的官職 一般來說就是地獄裏面的警察 它最主要負責就是歐雲和鎖雲 那麼百無常就剛剛講過了 全身白色身條離出來 頭頂戴著頂高帽 然後頭頂寫著一見法財 這個就是百無常 所以經常說一見法財 一見法財 一見法財就是百無常 百無常是屬於陽性的 黑無常是屬於陰性的 為什麼百無常和黑無常會一對出現呢 他們是什麼人呢 其實百無常本身的名字叫做謝必安 謝就是葉謝鄧公的謝 必就是必定安康的必安 又有個名字叫仇白頭 它拿著的武器是一支叫做哭桑棒的東西 這支哭桑棒相傳一棍打下去 靈體就會被它打暈 或是被它打到整個彈起的 那黑無常的名字叫做泛無赦 也有人叫做蝕老怪 黑白無常 百無常屬陽 黑無常屬陰 為什麼只是拜白不拜黑呢 因為我們是拜陽不拜陰的 所以建議大家真的要拜就是拜白無常 而白無常為什麼拜完就可以 因為白無常的名字叫謝必安 其實它有個意思就是 籌謝神恩的話必定安康 所以為什麼說如果你想保平安 燒災解厄的話就去拜白無常 而拜白無常這位神的話 其實你自己必須要在一個有中有義的人才好去拜 如果你是一個不中不義的人呢 或者你是做一些不好的東西 即是你做一些偏門的東西 偏門的東西都未必的 雙天害利的東西 即是賣白粉那些 或者收數那些 我建議你最好不要去 我建議你不要再做這些 也不要再做這些 所以這些職業反而是不適宜去拜白無常 為什麼呢 一見也就罰你的 因為另一個黑無常是他的朋友 長時間都在他旁邊的一個叫什麼 犯無射 意思就是犯罪犯法的話 必定是不會遙樹不會突赦的 不會赦臉的 所以為什麼說你是一個不中不義 或者你是從事一些我們叫不好的行業的話 就盡量避免去拜 因為這個不屬於你 所以那時候你沒有資格去拜 那黑無常 其實他們的故事就是黑無常 當時因為身形矮 他們兩個好朋友 有個大洪水衝下來的時候 就因為黑無常就順手承諾 答應了白無常會在這裡等他 於是就被洪水衝走了浸死 因為他浸死之後 他的死屍就發黑色 所以就成為了黑無常 那白無常呢 白無常因為看到黑無常死了 於是他也不想自己再一個人留在那裡 於是就想吊頸自殺死的 所以舌頭就伸了出來 那這個就是黑白無常的來源 那如果譬如你說 一般人 好像現在這些經濟不景氣的時候 或者是大瘟疫 白無常就是有利而無害的 所以建議大家 譬如在香港 你想消災解厄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去拜白無常 白無常哪裡有呢 都是那句了 深水堡醫局街那間關帝廟裡面 已經有得拜的了 哪怕你去廟街 廟街只有一間天后廟 廟街的天后廟裡面 都可以拜的 所以大家如果 譬如想求個心安拜神 也可以考慮一下去拜白無常 那白無常 那些什麼人合拜呢 其實撞邪都合拜的 撞邪撞殺都合拜的 OK 一說到撞邪撞殺 撞陰 或者撞鬼 大家可能會很大反應 師傅我怎麼知道我是不是撞邪 我怎麼知道我是不是撞鬼 怎麼算啊師傅 現在我就告訴大家 撞邪其實有什麼徵狀 我之前好像都說過類似的東西 現在就再說多一點 撞邪和撞鬼又不同 有時候撞殺 那幾樣東西來的 那現在講一下撞邪 基本上撞邪我們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撞邪的階段 你首先看自己的樣子 你就知道了 看哪裏呢 看自己的印堂 印堂發黑的通常都不好 印堂就是 微深高一點點 那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就是你的印堂 如果印堂很黑 我經常說烏魂蓋頂 通常都沒有什麼運行的 那另外就可以看看自己的臉 臉在哪個位置 兩個拳骨和鼻骨 如果兩個拳和鼻骨 都有黑氣在那裏 自己看上去暗暗沉沉 黑黑黑黑的 其實都已經是一個徵兆來的 那 撞邪其實初期會出現什麼 身體狀況呢 第一件事是一定會心浮氣躁的 好小事呢 他就會生氣的 還有他的無名火是很大的 例如什麼叫無名火啊 一直以來 譬如你的另一半 煮東西給你吃 都是那種味道 你不知道為什麼今天吃的那一碟東西 你一吃下去就覺得好像比平時沒有那麼好吃 鹹了 或者突然覺得 吃那麼多年都吃這些東西 對這些東西 很無謂的 很無謂的東西 沒有原因的 突然之間自己就很生氣了 這個就叫無名火器 另外再加上 就是經常都身體疲勞的 很累的 做什麼都不順利的 又沒有精神的 這個就是撞邪的初期 那一般來說 如果那個人的身體比較好 或者年輕人二十零三十歲 又經常運動的話 其實就不會影響很大的 但是如果有些人本身體質比較敏感 或者比較陰的 他一旦這樣去撞兒 自己沒有發現的話 其實就很容易錯過了這個 舊急的時期了 就是這個撞邪的初期 那初期呢 如果你說要對應 去解決這件事的方法是什麼呢 第一 多些做運動 多些曬太陽 因為去到中後期 其實會開始怕光的 你不喜歡看到太陽 你不喜歡讓它曬的 那麼也都要盡可能 在家裡點多點燈 我們說 點都要把一盞燈 做長明燈 嗯 令到它那個屋 那些邪氣啊 陰氣都能夠驅邪 那我就建議 最好點了一盞長明燈的 那如果去到初期 你自己沒有把握到這個清除的時機 那就會進去這個撞邪的中期了 去到中期 那個性情是會大變的 甚至乎連頭髮呢 都會枯燥籠很乾的 硬滑滑的樣子 再下去就是臉 整個人的身上 會發出一股鬆臭味 臉也會極多油 還有很多汗 你看到那個人樣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樣子 你又不是啦 你可以指著自己 我都好像中了你 你中了你 你太肥 太熱了 所以就不關事 這樣很簡單 好像越想越中 不中 因為最主要是說什麼 還要是說 沒有吃肉的 怎樣沒有吃肉 是直接放一碗飯在你面前 你會馬上覺得飽 當你離開飯桌 見不到一碗飯 你會馬上覺得餓 還有是會不斷的一大小二變 都不穩定的 突然想賴 失禁 或者會不停肚子 吐 這些情況齊了 才是撞齊的中期 所以這些 如果突然看到一碗飯 你不想吃 可能是你吃了 跟後面那些 沒有什麼關係 這個就是中期 到中期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解決 對於一般人來說 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是一定要找師傅自邪的 因為自己搞不定 再拖延下去就會入到後期 去到後期就會非常危險 是非常危險 所以如果在中期你自己發現了的話 就盡快去找師傅 如果覺得自己精神都開始有問題 就要去看醫生 因為再下去 就會出現一個自殺 和幻聽幻覺的念頭 有些人就會說 師傅 那是不是精神病啊 視覺失調啊 那講一件事給大家聽 多數精神病的人 都容易撞鬼 嗯 但是撞鬼就不一定是有精神病 嗯 但是很多有精神病的人 就特別容易撞鬼 我之前看過一套劇集 就是說 有個師傅也是專門捉鬼啊 幫人驅邪那些東西 然後呢 有個人呢 就帶了一個媽媽去 給師傅見 師傅一抓一隻手 看到他的手心是亂的 就知道他純粹是精神病 不是撞邪撞鬼 那撞邪是不是真的 手心會變動啊 這些就是各家各法啦 我們學習就不是用這些 因為盡量如果有些人撞邪 都不要亂摸人的手 嗯 都會影響到自己 氣會影響自己的 我們用計數的方法 就算到 是不是撞邪 是特別容易撞鬼的 這個是個人的體質問題 就是精神不好 不一定的 有些人精神不好 但是他也會黑眼圈的 那些人的體質比較容易撞鬼 紅貓那些 紅貓那些 所以呢 一開始撞鬼 清得就清了 記得做運動 曬太陽 保持身體健康 去到最後期了 去到後期會怎樣呢 去到後期 其實個人是會胡言亂語 躁動不安的 也都會自言自語的 OK 那是想事情沒有了邏輯的 即是你叫他說 你肚子餓你吃飯 他就會跟你說 我肚子餓 為什麼要吃飯 為什麼不喝水 呼吸我都飽 可能會說這些事情 整個人沒有了理智 有些就自暴自棄 亂吃東西的 那基本上去到這個情況的話 已經是去到後期的了 那如果不找師傅 或者由他繼續這樣吐下去 是可以是沒有得跟治的 可以有生命危險的 有生命危險 就是沒有得醫的 沒有得救的 因為已經入得太深了 那就沒有得搞的 那所以 一般來說 如果自己真的覺得自己撞斜的 最基本的就是去廟 走一圈 盡量做多些運動 曬多些太陽 如果都是不行的 及早找師傅幫忙 好的 因為的確有不少的朋友 我自己見過 我見過最恐怖的 是真的上來 整個人都震了 你看到他的臉 會自己流油 會自己坐在那裡笑 一看人 一看下去 就很不舒服 沒有神的 沒有神的 那些眼睛是不開的 大小眼一見光 是找東西遮掩的 去到這樣的地步 其實已經差不多沒有得救了 所以大家就不要讓自己 落到這樣的地步 我剛才聽你說的 最後這幾個特徵 都有些人吸食軟性毒品之後 那些症狀 都是那句 因為你吸食軟性毒品 就會影響到自己的身體 身體越差 撞怪的機會越大 所以我們做人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精! 氣!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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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做不成的 而你自己一個人的精氣神開始差 就會開始慢慢影響你身邊的人的精氣神 因為你都會不斷放一個磁場出來 影響到你隔壁那個人 最後就會影響到整間屋子 所以如果家庭成員裏面有任何人的精氣神有問題 簡單的就是你覺得撞邪、撞殺、撞鬼的 都要看事 那撞邪會不會傳染的呢 會的 那種傳染又不是你想到冠狀病毒的傳染那種 而是長期的人的身上戴著這些磁場 它是會感染到隔壁的人都會影響的 即使戴了四中五環的口罩都不可以止射染的 如果那個四中五環是有的 那戴了四中五環的口罩能不能夠頂住呢 就不財真是不知道 我沒試過 如果聽眾試過四中五環的口罩是可以的 記住要告訴我 在我們的留言下面說給我聽 四中五環有了 那就可以的了 也都希望四中五環的朋友都平安 喜樂 寫多些粵劇吧 我沒有說這些東西的 總之希望大家 都是那句了 現在瘟疫時期又社會混亂 大蕭條 保持正面 所有東西都健康些 多些做運動曬太陽 病向前中醫 邪病都一樣要病向前中醫 為何會今集這樣講邪病呢 又為何會講大白宮呢 因為其實我現在看到大家都不出街 真的少了做運動 少了太陽 種種的這樣積壓下去的話 其實很容易撞鬼 少了娛樂而已 我想做運動也多人做 沒什麼人做運動是怎樣出街的 戴著口罩跑步嗎 因為我自己打籃球的 反而這陣子多了人打球 我看到很多人都不敢出 OK 我乘飛機今次太過 有人在前面生化部隊 怎樣生化部隊發呢 可能今集長一點 有些聽眾經常說我完太早 軟結過完 今集多說一點無謂的事 剛剛飛完回來那天 通常都是多點口水的 那麼 我乘飛機前面那個就 就弄到自己好像生化部隊那樣 好像坐完一個鑽石公主號一樣 戴眼罩那些 戴眼罩啦 戴手套啦 穿著一件全白色 好像生化衣的魚褲 穿上褲子啦 接著戴上浴帽啦 戴了眼罩啦 戴了口罩啦 然後站在我前面 就拿著一支火酒 沿著飛機那張椅子 就抹掉它 然後才坐的 傳機那團人 狗那些狗那類的 所以那句話不要太害怕啦 為什麼我說那些人不敢出街 坐的飛機都弄成這樣 所以 不要這樣的心態 越來越是這樣的心態 就撞鬼呀 或者那些撞邪呀 那些情況就來得越快 因為 每一天活在恐懼之下 其實也會影響到大家的 抗疫系統 還有你們的精神狀況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自己個人正面 如果真的有擔心有害怕有性的 去念一下經 拜一下神 不要過分恐慌 就是 怕是正常的 但是不要過分 為什麼今集特地叫大家拜白浦上 亦都要跟大家說 撞邪是什麼呢 我希望大家聽完這一集之外 如果覺得自己 好像某對路呀 坐在房子坐得太久 陰氣太重 都出去走走 去拜個神走走走也好 去拜一下白無常 包括是落街曬太陽 落街曬太陽去秒拜神 到處走走 吸收一下陽氣正氣 都好過沒有 都好過整天病在房子裡 自己嚇自己 所以不需要太過擔心的 如果真的沒辦法 又沒時間修行的 去拜一下白無常 出去行下做運動就OK的了 還有不要再亂在飛機上 弄到自己的生化部隊 老實說 你是嚇到旁邊的人而已 我看著他的時候 我以為自己被押去泰國 所以大家對那句保持冷靜 保持冷靜 保持正面 保持快樂的心境 所以大家都見到這幾集 袁太宗我的無謂說話 都說多了 因為可能 都多了聽眾在家裡聽 也希望聽著這個節目 你都會開心快樂 如果我講的無謂說話 令到你笑 那我都非常開心 都是一個功德來的 這個叫意樂取樂 OK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保持一個 快樂愉快的心境 如果下次再有機會去捐觀 或者有其他需要的 也都歡迎大家可以WhatsApp我 好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記住繼續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也都將我們的節目的提示小鈴鐺 狠狠地按下去 我們有最新節目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通知 按這個訂閱、訂閱、訂閱 還有按這個小鈴鐺 是絕對有助大家提升你們的精氣神的 希望大家都給點掙扎感 最重要是可以提升 Makiyo 的精氣神 希望大家可以按一下這個按鍵 好 下一集回來再向大家圓大祖 舒服 두�怎麼樣 ? 還有 敵 我們 說 谢谢大家